兩岸的有序而健康的交流 一向是政府的政策 在上一次 數十萬的國人跟年輕人站出來 反對黑箱的服貿 已經很明顯地表示出 大家對於服貿協議的一些看法 在這幾年來 台灣不斷在經濟上有蓬勃的發展 也在國際上都能夠有亮眼的成績 這也告訴我們說 在國際的合作上 我們需要更多的跨國的合作 而不是把所有的雞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那很重要的 最近由於中美的貿易戰 再加上國際縣市的動盪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國家開始在跟中國談合作的時候 都開始討論去風險化 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大家也都希望能夠朝著這個目標 讓台灣跟全世界 各個理念相同的國家 都有很好的合作 所以跟中國的合作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朝著 有序健康的方向來進行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把所有的雞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按下 這邊 更多數的雞蛋 雞蛋 國際 雞蛋 雞蛋